我如果是否也不得了 你会泣得鱼 大家好 我是奥雷 今天轮到我们的《愿无本铺》系列了 这次是第六集 开场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从南条家溜出 原来他杀了人 死者正是这里的屋主南条 南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起了自己最爱的妻子美济 没过多久老警察就赶到了这里 将南条的死讯通知了美济 他仔细勘察了现场 但却没有找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在南条的追悼会上 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冤雾 他又来派发小广告了 美济在翻看客人的慰问品时 发现了冤雾的名片 于是通过名片找上了冤雾 美济认为杀死南条的人是田岛 田岛以前在南条的公司里工作过 并和美济交往过一段时间 分手后美济嫁给了南条 然而田岛却依然纠缠着美济不放 结果被南条开除 田岛因此心生怨恨 打电话恐吓美济 说会杀了南条一报夺爱之恨 美济本以为他在开玩笑 结果现在南条真的被杀了 那么凶手肯定是田岛 美济说 虽然自己和丈夫的年龄相差20岁 但却是打心底里深爱着丈夫 所以请求冤雾一定要帮他报仇 杀了田岛那个畜生 冤雾开价1000万 定金100万 这对美济来说算不了什么 因为南条的资产近百亿 后来老警察找到了美济 请他帮忙提供线索 因为南条被凶手刺了20刀 这是很明显的仇杀 所以希望他能告知 南条先生有什么仇人 美济因为拜托了冤雾 所以并没有向警方提供情报 然而这一次老警察学聪明了 他看出了美济在刻意隐瞒 于是叫年轻警察去查一下美济的资料 情报王调查了一下 发现事实确实如美济所说 田岛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另一边田岛突然打电话给美济 但美济却没接 这让田岛很奇怪 因为是美济指使他这么干的 那天南条在见到田岛后 准备用钱将他打发走 结果被田岛连捅20刀 田岛认为美济只是喜欢南条的钱 自己才是他的真爱 南条死后 美济开始大把的花钱疯狂购物 这一切都被冤雾看在眼里 看样子这件事并不单纯 半晚美济在归家途中被田岛逮到 田岛问美济为什么一直不肯见他 结果遭到了美济的鄙视 你白痴吗 老公刚死我就和你腻在一起 别人看了不会起疑吗 警察都快怀疑到你身上了 你只会用下半身思考吗 金美济这么一说 田岛终于回过了神 立即离开了这里 就在这时 冤雾出现了 原来美济和田岛合谋 杀死了南条 现在美济又想杀了田岛灭口 于是联系上了冤雾 既然事情都被冤雾知道了 那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美济承认自己和南条结婚只是为了钱 爱情什么的根本没有 他打算追加一千万 请冤雾取走田岛的性命 结果遭到了冤雾的拒绝 我不是杀手 没有怨恨的杀人 我不干 无论给多少 我都会坚持原则 这就让美济很不爽了 美济告诉冤雾 你以后肯定会杀了田岛的 我保证 一天 美济在和田岛完事后 向他提出了分手 说自己的事被个女人知道了 现在天天被那个女人勒索 田岛一听 立刻就不乐意了 敢威胁我的女人 我弄死她 于是美济便把冤雾的电话号码 交给了田岛 到时候 田岛就会把冤雾约出来杀害 但冤雾的战斗力应该不低 所以田岛最后应该会被反杀 我这个计划简直天衣无缝 嘻嘻嘻嘻嘻嘻 另一边 冤雾接到了田岛打来了电话 田岛说自己准备了一亿 叫冤雾有时间过来拿 冤雾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于是直接挂掉了电话 等田岛再次打来时 冤雾开启了搜索功能 没一会就搜到了田岛的信息 于是直接说出了田岛的身份 这让田岛很震惊 你从哪弄到的情报 我太阳哦 冤雾约他后天下午三点到公园见个面 虽然这正合田岛的意 但却让他高兴不起来 总感觉自己从主动变成了被动 为了解决这件事 冤雾不惜打破这里的规矩 拿掉假发 恢复成了原本的样子 他认为露出别人不知道的本来面目 其实也是一种伪装 弄清事情的真相后 冤雾决定改变任务 用美剂的钱来抹杀美剂 另一边 老警察也查到了田岛身上 并对田岛进行了24小时的全程监视 冤雾从田岛家出来后 引起了老警察的怀疑 这个女人总感觉在哪见过 不过也不能盲目去打草惊蛇 过了一会田岛也出来了 于是两人便一路跟踪 原来田岛是去见美剂了 他直接了当的拆穿了美剂的谎言 原来冤雾刚才假扮成了 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 他谎称美剂给田岛投了一元的保险 因为二人不是一个家族的 所以保险公司要进行例行询问 签约时美剂身边还有一个长头发的女士 听到这里田岛瞬间就明白了 怪不得冤雾知道她的身份 原来这都是美剂透露的 好狠毒好贪婪的女人 男挑死后她已经有了几十亿的资产 没想到她竟然还不满足 还想用我的命来骗宝 亏我把她当女神当信仰 打飞哪打死你 老警察看到田岛打人 于是立刻赶了过来 优何居然还叫了警察 你这臭婆娘我们弄死你 田岛一气之下用刀捅死了美剂 虽然老警察赶过来制服了田岛并叫了救护车 但美剂中阴伤势过众而身亡 他临死前说出了怨屋这两个字 又是这个怨屋 我一定要查出他的身份 胡对岸 情报王和怨屋目睹了事情的整个过程 看样子老警察以后会是个难缠的对手 今后一定要加倍小心 本集到此结束 接下来是微博问答环节 奥雷喜欢话牢一点的司机 还是安静的司机呢 安静的会不会有点尴尬 如果是以前我会喜欢安静的司机 因为以前很内向 不怎么喜欢说话 特别适合不熟的人聊天 因此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讲话 现在的话我开朗了很多 所以司机讲不讲话都没问题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奥雷 我们下次见 看一下 опас 。。。 不太赖了 大家拍死 桌面 牢